欢迎收听有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这个法国啊最近是好多事情都凑在一起了 而且都不是什么好事 对这个首先是前两天我们所说的刚刚举行的第一轮的投票 这个星期天呢要进行第二轮的投票 然后这个政治格局已经出现了变化 第二轮投票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这个格局的变化只是大小而已 极右派的崛起现在已经势不可挡 然后关键是他到底是维持他的33% 就是三分之一的这个多数的席位呢 还是可以一下子就过半 如果过半的话那这个就变成整个的 法国政府的一个头痛的事情了 因为法国的体制呢是总统和政府是分开来的 所以这个总统是一个选举 那么总理呢是由议会里边的多数党所推举的 所以如果要是极右派的那个国民联盟获胜的话 那么他们就可以推举这个总理 而现在基本上可以肯定 如果他们要推举总理的话 就是那个28岁 Batella Batella 这个意大利裔的这个法国人了 风度翩翩非常年轻 然后又是一个网红 所以在这个法国历史上 他将会是一个最年轻的总理 这个28岁确实是非常年轻 好了 除了这个政治方面的动荡之外呢 7月26号奥运会又要在这个巴黎召开 同时现在又是欧洲 还有一场战争在进行的这个情况 所以你看整个的这个事情啊 交织在一起了 所以现在有很多的法国人 都对那个法国的总统马克龙啊 表示不理解 说是您凑什么热闹啊 凭什么要 为什么要在这个召开奥运会之前 急急忙忙的进行议会的提前选举呢 这不是乱上添乱吗 但是反正事情已经发生了 于是人们都在说 这个法国人的国民的娱乐活动 不是即将要进行的奥运会 什么高尔夫球 篮球足球的比赛 而是集体的抱怨 这个有意思 我看到一个报道 它的标题叫做 巴黎能否拯救奥运会 这个标题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一定是奥运会有麻烦了嘛 所以看看巴黎能不能拯救他 但是我把这个标题换了 叫奥运会能不能拯救巴黎 这俩都有麻烦 咱们先说说奥运会的麻烦 我就问问我们广大的听众和观众 这个奥运会 巴黎2024年夏季奥运会 对你来说是一件事情吗 你会密切的跟踪 哪天是谁跟谁 什么什么什么比赛 你会跟踪吗 如果你会跟踪的话 我代表巴黎谢谢你 因为什么 因为NBC电视台是这个转播 奥运会的一个独家的授权的媒体 他们的收视率是每况愈下呀 每一次都比之前少很多 越来越多的人根本就不再关心了 过去老百姓关心到什么程度 得算好时差 我得看那个开幕式 半夜就醒了 看这个开幕式 一百多个国家举着牌子往里走 津津乐到那看 你告诉我现在有多人还看呢 看这一百多国家慢慢越多越往往走 现在人心态都变了 国际形势也变了 对奥运会这些关心就大幅度下降了 所以这个时候对于巴黎来说 它能不能拯救 怎么拯救 它是这么想的 你看我这个地方本身就是风景如画 然后我来点鞋的 比如说赛纳河上 赛纳河我们在上面举行一些比赛 然后开幕式 公开的在什么 桥上搭这个看台 对对对 开幕式 也就是沿途吧 沿途赛纳河旁边全是站着的人 全是站着 我这个开幕式搞的什么怎么样 这个是绞尽脑汁在做这些事情 但是呢 它这么一来 反而害了巴黎 因为这个巴黎人是怨声载道 各种的民调显示 他们对 这场奥运会是真的不是十分兴奋 调不起兴奋乱 在巴黎 你到处都可以看到反对奥运的各种各样的标记 这个有的人是在那个报纸上大声的呼吁 说这个奥运会已经入侵巴黎 救命 已经喊救命了 对对 然后呢 在凯旋门上头有大幅的标语 上面上面写的是奥运会 我们还没有准备好 就是意思就是说您别来了 法国的舆论 这个就是舆论调查研究所 他们做的民调刚刚出来 只有48%的法国人认为说 巴黎奥运可以成功举办 可以办得非常顺利 那就说很多人都不看好 另外就是这个巴黎 尤其是巴黎吧 其他城市可能也有 因为在这次的这个奥运会当中呢 他的比赛场地啊 除了在巴黎之外 在什么马赛 在其他的地方 法国的南部什么的都有 都有比赛场所 还跑到万里之外的大西地还有比赛 对对对 那个是华庭 还不知道什么比赛 反正参加那个比赛的人 说是可以不用来巴黎去参加那个开幕式和闭幕式 太远了要飞过来 是冲浪好像是 对对也可能 反正有一些水上运动吧 那么现在呢就是说 这个情况呢 已经在巴黎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前几天的时候 上个星期的时候 巴黎的旅馆就已经突然发现说 照理说奥运会快来了 我们的旅馆应该全部订满啊 怎么现在出现的情况 空置率比往年的还要多呢 比正常年景还要多呢 再仔细一看 哦原来人们不来了 再加上巴黎的人都趁着7月26号那个奥运会期间啊 溜出城去了 躲避去了 说不行 我们不能在巴黎 因为上万名的运动员 再加上上万名的游客涌到巴黎来以后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年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是即将在巴黎要举办的奥运 下期奥运 其实奥运会在过去这十来年里边呢 它的这个收视率啊逐渐的越来越少了 也就是说人们的兴趣啊逐渐的开始 可能是有国际网络啊 人们的这个注意力 或者说和可关心的事情越来越多 所以呢把奥运这件事情呢 就排的比较靠后了 你看那个NBC它公布的一些数字来看呢 确实是令人担忧 为期17天的这个奥运呢 在东京举行的时候 因为疫情期间它不是推迟了一年举行吗 但是还是举行了 那么在上一届那个东京奥运会的黄金时段 NBC啊 他们的这个收视率呢 只有1550万在美国 那这样一来的话 它是属于等于是最差的一次了 就是它1988年 承接了这个奥运会的独家转播权之后 这个是美国的收视率最低的 然后后来不是在北京又举行了冬季奥运会吗 也是成了他们的这个电视台 冬季奥运会收视率最低的一次 所以这是就是说民众看奥运的这个兴趣啊 逐渐的就减少了 那么对巴黎来说呢 其实它有它的担忧 首先就是就是奥运期间或者是大型的比赛 或者是人群集中的地方 在欧洲的这个恐怖袭击的这种风险 或者是担忧呢 几乎是挥之不去的 所以今年的这个奥运会在巴黎 可能他们有很多的钱要花在这个就是保安方面 这个反恐方面 然后再加上巴黎这个城市还是比较老旧了 所以呢 它的这个捷运系统 它的大众的交通系统呢 可能没有办法复合这么多人 一下子涌集到这个巴黎来 再加上欧洲啊 包括巴黎 包括法国 都是这个劳工罢工啊 比较频繁的地方 所以如果未来这几天突然出现什么火车司机要求提高工资了 公交车的司机要求提高福利了 收垃圾的工人 对对对 对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这个目前是巴黎市政府的三大头痛的担心的地方 对关于收视率呢 这个里面有很麻烦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说奥运会需要拯救 因为我们所有的人知道 这个收视率的大规模的这种下滑呀 陡峭式的这个下滑 它不是一个单一的 是一去不复返的 不会说到了几年以后 哎呦突然间呱呱呱呱 大家都有兴趣 然后呱呱呱 这个是一个叫做大势已去的这么一个情况 因为确实是因为随着人工智能啊什么 人们的兴趣点就太多了 这根本没有必要放在这个奥运会上 再有一个什么冬季奥运会 谁看这玩意滑雪啊什么东西 所以这是一个 而接下来的问题是 为什么提这个收视率啊 咱们举一个可口可乐麦当劳什么这种为例 你要多少钱我就给你多少钱啊 就赞助 你的收视率是1500万要这钱 你的收视率过去是比如说8000万要这钱 你1500万还要这钱呢 当然了退钱啊 对啊所以他这个里面他这个赞助费和收视率是直接挂钩的 所以这个又是一个麻烦 可是你收的钱少了 但是你这个其他的那些花费没少啊 你得派啊去派人拿去转播啊设备啊什么 所有的这些然后再看看城市的花费 北京那个时候被号称为面子工程对不对 500亿的花费怎么赚回来 这是这个到了现在的巴黎 已经降为100亿了 而且还有一个可以看出来过去是多少国家争强举办奥运会 打破头啊要贿赂啊要什么 现在这个国际奥运会发现一情况 怎么稀稀拉拉 没什么人想要了 对 所以他们在决定奥运会的举办城市的时候 突然意料意外的啊 就是在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说是2024年奥运会给巴黎 2028给这个洛杉矶 他是同时宣布两个 同时宣布两个原因是 就这就这两个城市还可以用比较低的成本来举办奥运会 其他的国家或者是其他的城市人家不愿意了 说这赔钱我犯不上啊 那么多钱比赛的场馆需要 那完了以后呢 这场馆怎么办呢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这个为谁而办的问题啊 现在就提出来了 当然了现在因为国际网络的发达嘛 所以现在每一次奥运会呢 它实际上是国际的这个观看的人数呢 都达到几十亿吧 可能是啊 所以呢这个才是比较大的一个大头 所以现在巴黎呢就采取了一个叫做明信片做法 它就是把什么海滩排球场啊 什么露天的东西 它放在那个 放在那个 凯旋门的旁边 或者放在那个 艾菲尔铁塔的下面 然后给你拍的美轮美奂的 什么比赛场地的背景 全部是那个著名的这种建筑物啊 城市里放了几半个摄像头 没错 到处给你弄的演化缭乱 哎呦 它就是想通过办奥运啊 我这一次稍微打平就可以 但是我希望有一些后续的效果 就是当人们一看 哎呦 这奥运会是在哪 你在哪办的 哦 法国啊 这么漂亮啊 我得去看一看 我得去旅游一下 哎 它这个效果起到了以后呢 那就止吧 我得去旅游一下